他這次是代表加拿大的黃文貫 但其實黃文貫本來是中國球手 是的 黃文貫本來是廣東省隊 後來入了國家隊訓練 接著移民去加拿大 代表加拿大打這個比賽 他最好成績是1906年獲得藍子丹打第五名 而且黃文貫他的經驗也非常豐富 現在馬上去看這場比賽 這場準決賽是由加拿大的黃文貫對希臘的格林卡 鏡頭拍著這位是格林卡 黃色衣服的就是黃文貫 黃文貫的打法是橫板兩面快攻 膠面也是靜貼的,不是拉圈圈 特點是速度快 打球後帶有下旋 令對方很難應付 黃Sir,你說黃文貫的打法很耐心 對,因為是歐洲式的打法 但正手、反手都是用中國的證貼 所以令到歐洲選手很多時候不適應 如果這場準決賽就是打到第二局 剛才一看黃文貫起板 就打的,不是拉圈圈 不是拉圈圈,所以打法就別勝一局 它世界排名曾經有比前十幾位的高 因為現在年紀大了 42歲,所以現在世界排名就是排41 但在最近波蘭公海賽 在2005年中也得到冠軍 所謂的補刀未佬 暫時這場比賽在第二局 仍然是格林卡領先 第一局是黃文冠 是以7比11落後 黃文冠還未得到分 因為格林卡看到黃文冠的反手 沒有拉狐犬球 所以先發他反手 有機會自己用反手進攻反手 搶攻主動 所以現在領先到6比0那麽多 黃文冠發頭 正手發中間 踢高 這個球踢得好 見格林卡想閃身 先給他正手位 退攻 4萬 全部反攻 太陽文冠 看黃文冠 他打不是拉上傳 是用正手打圓球 像劉國良那樣打法 但他只是橫板而已 格林卡現在第二盤已經適應了 所以用反手反攻 不拉圓球 剛才很精彩 他打得好 高了 他打得好 正手扣殺兩板 格林卡以為球下旋很重 誰知在拉之下出了界 所以正交打過去有時很飄忽 他打得好 格林卡以為世界排名 就是第七 這也是去年世界冰箱球 單打賽的第二名 再打得好 很漂亮 反手反攻 格林卡的特點就是 在中院桌上能夠用正手反攻 發球王民冠都是單調那些 全部都是發中勞 接得好 不然接得好 但王民冠的側身打直線 還很漂亮 一補刀未老 他的打法有點像中國選手 藤二 藤二亦曾經是中國所遇的選手 因為國家隊人才太多 所以他就不留在國家隊 移民去加拿大 果然就偷了一條生物出來 這十幾年在加拿大 都是紅包加拿大 打了第一名 在這個國際賽裏面 他亦都很有名 經常拿到前三名位置 其實日本乒乓球循迴賽 首循環有九個賽站 我們現在看第七站的比賽 王民冠其實在第一站的時候 還贏到亞軍 是的 而且經常進入到前四名 他在八強的賽事裏面 就以射給一圖 踩了這個南韓的名將 金澤豬也曾經獲過冠軍 在第五站 是的 證明這十六位球手 技術都是不相拍中 誰狀態好就贏到這一場比賽 五比十六球 似乎也有點強力懸殊 暫時為止 希臘的格林卡 以十一比五 第二局仍然領先 暫時局數是二比零領先 王民冠 看看王民冠在第三局的時候 可否追上去 你剛才也說了球手參加這類比賽 其實是不相伯仲的 有時你狀態好就你贏 有時我狀態好就我贏 是的 因為這些比賽 差不多每個月打一次 坐完飛機回來打 看看誰會否認識時差 和狀態好不好了 沒錯 這次第七站的比賽 就要去到日本的東京體育館進行 這個比賽的特點就是 歐洲和亞洲選手都很均勻 歐洲選手有希臘、有法國、瑞典、波蘭、白俄羅斯都有 是的 加上現在加上芝克的科貝爾 變得就細菌力敵和亞洲 現在第三局的比賽 馬上就要開始了 王民冠就落後兩局 看看他用甚麼戰術來反… 追回局先 看看能否能夠 先打中間 不給法蘭加的兩邊 再打一把 兩邊好 那麥文冠的特點就是剛好 反手彈,正手就扣殺 如果被他打順手,也很難對付 有機會就起碗了 因為如果被格林格搶先 自己對這個虎圈球就難適應一點 因為你這樣扣殺,打虎圈球就不穩定 有機會給他用直線 格林格的反手就好過正手 好,這是右側旋 好,這是右側旋 好像斯拉格那樣發的 突然轉向右掛 突然轉向右掛 本來正手是發左側旋 反手很漂亮,黃文冠軍的反手也好 正手 很精彩 差一點點,琴不到球 一旦離開了桌 沒辦法,因為格林格的力量大 逼得黃文冠離開了桌 二比三,分上分下 始終歐洲球手就是那個力量 很多時候都是壓住了中國球手 還有,格林格今年也是32歲 黃文冠長大了10年 氣力也有點差距 不過其實有得打 就已經算是很好的表現 其實黃文冠 因為黃文冠的打法很先進 兩面正天不能夠站得那麼久 因為在這個冰壇,他的基本功是相當好 一度正發,就能夠起彈 他如是為止,中國對手都沒有這種打法出現 可能正貼對下旋沒甚麼信心 所以用反貼就好一點 但是黃文冠的基本功就回答舊了 打下旋球,就打球看打得到 通常都沒有氣球來打,反手都可以 下旋就可以打起他 似乎真的逼得格林格好像沒甚麼甜頭 因為黃文冠現在先著著搶 觀眾都為雙方打氣 這波很精彩 因為一開始就雙方對打搶攻 網球重發 都是中路,高了就不打 不打之中,格林格不敢起板 記得黃文冠的反手有機會彈出去 看得很準 他在最高點彈的球就很行 4比6領先兩分 現在是四強的賽事 沒錯 誰贏得這場比賽就可以殺到決賽 格林家在八強賽事裡 淘汰南韓好手吳尚銀 吳尚銀也是實力相當的 曾經得過冠軍在這個站比賽裡 我相信格林家的實力怎麼這麼高 網球重發 好球啊 好,來吧 我們在領先7比5 8比5 好,這個球 黃文貫的反手 彈他反手,再給一個正手打 來到第三球,黃文貫好像真的把握得好 是呀,因為他輸了兩局 第三球拼命搶 一開始搶,手不會軟 不會搓短球 全球高了,一搓就高了 而這球應該用正手打 因為來不及 加南瓜很聰明,用反手發球 贏了一分,繼續 發立黃文貫的正手位 也是,黃文貫不搶 這球不搶 一不搶,有機會打,有機會贏 10比6,黃文貫有機會拿這分 就在第三局追回 那我發球再收,黃文貫 那我發球再收,黃文貫 這位中間 這球打斜了,應該再打正手 打中間就好一點 因為加南瓜的反手很強 正好,很漂亮 這球很危險 這球打斜了,他不敢打斜 一打斜下,高手一出桌就拉 桌內球就拉不到 一出桌就可以發動力 看黃文貫能否把握得到 因為被加南瓜追了幾分 對,如果發球拳在加南瓜 讓他多贏兩分就比較危險 有側算,猜得好 猜得好一個重下船 加南瓜拉出界 結果加南瓜拉出界 然後黃文貫拿了這一分 在第三局的時候 黃文貫以11比8的比數 在局數暫時追回一局 現在落後1比2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看球 黃文貫對加南瓜的準決賽 暫時加南瓜 都是以2比1的局數領先 究竟比賽繼續下去 會怎樣 哪位球手可以殺隊去決賽 我們現在繼續看這場球 在第四局的時候 格林卡也是以11比7的比數 贏了黃文貫 所以現在暫時 格林卡到了四局的時候 已經領先到3比1的局數 我們現在去到東京體育館的比賽場地 已經去到第五局的比賽 這場比賽就是日本乒乓球 巡迴賽第七站的準決賽 是 一開始,黃文貫入法球搶攻 拉著手,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 因為年紀大 對,因為42歲的球手 對著32歲的球手 比較難打 因為在前面16強裡打上來 仍然要連勝幾場魔才能得到 也挺用力的 對,而且上一場 對著南韓的球手更加難打 而且他的打法 差不多每一板球都有法力 如果狀態不好 和體力不好 就很吃虧 對 不過看到黃文貫第三局的時候 都可以追回一局 希望他不要那麼容易再輸 再多拿一局就可以繼續打下去 看關鍵在接法球方面 能否取得主動 格林卡的法球 其實對黃文貫有否威脅 有,他的法球好 正手法球有左側旋不是右側旋 變成對方很難適應 因為以前歐洲只會發左側旋 現在自從斯拉格發明了這個 用正手法右側旋之後 就令到他能夠拿這個世界彈打拳棍 所以法球對於黃文貫是很重要的 繼續都是格林卡領先三比一 所以歐洲選手很多都用這個方法來法球 格林卡也是一個例子 所以格林卡經常在邀請賽裡面 或者大獎賽拿到第一、第二名 獎金也拿不少 加上鬥志也好 經常去打這些比賽 所以在接法球方面 要打進步 因為黃文貫的法球和接法球 在中國很出名 尤其是接法球方面 能夠控制對方 但格林卡也適應了 讓我看 變成黃文貫就比較難打 搓得很便宜 站在中間跟你鬥 可惜這個球太小了 格林卡的反手上全都很轉 壓不下就會出界 格林卡很聰明 但正手看你不懂 可以用反手法球 正手打 其實格林卡不斷的變化 也令黃文貫有點威脅 對,打比一球一定要變化更多 對手不適應 黃文貫的正手 你看,動作很小 打出來的爆發力很強 好,好強 這部好轉 生膠正手也發得好轉 右側旋 正手拉直線 再一個反手 拉完直線之後再用反手拉 剛剛順勢用腰去 所以發到力 5比6 領先 奧文貫很沉著 現在領先7比5 一邊在想怎樣代打 因為現在是輸落後 正手 正手打中路 好 再一個反手 謝謝 8比5 還有一個發球拳 格林卡也不氣餒 雖然不贏到3比1 也想贏他 打短 反手有了,正手有了 剛剛打完反手用正手 文貫很衝 順勢借到力 文貫應該一開始 用力量壓住 格林卡才好 如果你一不發力 變得被格林卡反攻 正手 網球的波體力很低 開得好 然後抓船 反手 連拉兩個直線 文貫急於求勝 拿得問 因為他看到格林卡失位 誰知道問得太多了 沒辦法,高手過招 文貫叫他 休息 因為連輸兩分 一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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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個慢鏡 畫些右側船 正手,很漂亮 抓直線 格林卡的步法 交叉步也走得很快 就算反手到了位 格林卡也可以步法 步法非常好 其實來到第五局 黃文貫有甚麼板斧 可以威脅格林卡嗎 因為他好像很辛苦 格林卡的變化又多 但相對來說 黃文貫的變化又比較少 對,他領先兩、三分後 就變成了求運 就想格林卡自殺 誰知道格林卡經驗老到 一見機不可失,頻頻搶功 因為自己有兩盆在手 三比一領先,博一博 所以形成一七比八 搶功了,然後發力 聲音很響 一發力那一下,很厲害 黃文貫很難才得到一分 但很快就被格林卡追上來 格林卡連追上三分 已經去到第五局的8比8了 球單調那些 都是中路位 現在格林卡有機會變化 變線了 黃文貫不敢發場球 應該他有機會發場球 跟格林卡打對攻也不怕 因為他們兩邊生交 威脅著他 速度快 沒錯,發個正手 好 因為你跟歐洲人打球 不能夠…沒有變化 變得他們很容易跟你打對陣 變化就變得沒那麼靈活 可能黃文貫現在也在想辦法 格林卡也很固滑 眼瞪瞪 先開甚麼球 快球拳在他的手上 先想想剛才開甚麼球 要贏 都是右側的船 對,右側的船 賴不開 打個直線出界 他們很毒 格林卡一點都不受軟 他歐洲人打慣 雕時10比9都不會受軟 比賽就當是練球 9比16合 都是正手位 哎呀 不敢彈這個球 黃文貫也說可惜 反手一生交一拉 就很容易落網 不同反貼 打到10比10 自己緊張,黃文貫 想想開甚麼球 都十平手的時候打凋視 開完球怎麼打 左邊、右邊,正手 好… 好… 格林卡的設法球子很軟 令黃文貫無法搶 回到那球後 被格林卡有機會搶 格林卡好像捉到路 知道他會這樣打 對,看他的動作 看看開甚麼球 我想還是正手 開入黃文貫正手位 也是,上攻 好… 有點可惜 因為來到Dills 其實第五局的時候 都爭持得挺激烈的 但結果格林卡第五局 以12比10就贏了 結果他以局數4比1 就贏了這場準決賽 由希臘的格林卡 殺到進去這次第七站的決賽 相信剛才看了這場球 也覺得黃文貫 可能是輸著 變化比較少 現在休息一下 待會再看另一場準決賽 好,各位 好,各位